我们说到了是编导的一些感受 其实我想这十六年 应该采访的明星 数数看都几百上千了吧 所以我想可能他们 对你们的印象也会非同反向 会出入你们的意料 来看一看 那时候的心情就是 特别特别的激动 第一次上超级访问 我心情真的是很激动的 因为毕竟这是我 从小在看的一个节目 心想说自己终于光宗耀祖了 可以上超级访问了 因为节目组的导演 很贴心地做了一个 非常非常感动的 和我的粉丝之间的一个互动 我第一次在录节目 把自己录哭也是 在超级访问上 静姐和戴军哥 把我给说的事 他们请来了我的老师 因为那个时候 跟老师有一些小小的误会 然后就通过了这个节目 然后我们解释了那个误会 我最喜欢超级访问的静姐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我当时一走进演播室 因为两个主持人都是老朋友了 那种快乐欢迎的氛围 让我一下子就觉得 特别的放松 像回家一样 虽然被刁难 虽然被逼迫着做各种事情 但是感觉很舒服 静姐跟戴军哥都是特别亲切 特别会照顾人 最喜欢的就是两位主持人 跟他们在一起 你可能会很不自觉地 就把你自己平时藏在心底里 都想都没想过的一些感受表达出来 我觉得找我找得太少了 我觉得应该一年起码 是吧 我跟静姐这么爱她 应该一年怎么着来个五六次的 有一次李静做一个采访 他说他所采访过的人当中 我是最难采访的 这是我最不喜欢的 在那个大屏幕上面 看到自己以前那种 刚出道很蠢的样子 经常会弄一些突如其来的 这样的嘉宾啊 或者是一些完全记性的安排 然后印象当中是 在录制的时候 他们还叫了我的母亲来到现场 所以那一次呢 搞得还挺感动的 我还哭了一鼻子 但最喜欢的也正是因为 这些特点才会促成 一期又一期非常感动 和精彩的节目 之前都是嘉宾坐在这儿 然后放他们的这个亲朋好友说什么 现在你俩的这些朋友都出现了 开始说了 觉得坐在这里看别人说我们 感觉很好哎 其实他们说的时候 我刚就在回想 我有一期来 就特别大左说的时候 我很有感触 我印象中是一直在约我 但是我那个时候的感觉是 我怎么能到这个节目来 这节目全是明星 我怎么好意思来 所以我一直推拖 这是每年呢 跟那个春音 还有安虎 我们三个人一块来的 我推了半年 但是他们特别诚恳 一直在联系我 我就觉得 我哪有自力上这个节目呀 真的上不了 真的 我当时也是这样子的 你知道我等了十四年 等了十四年 已经没有人约我 但真的约我的时候我就开始推 很忐忑是吗 你就觉得来做嘉宾了就好了 但真正他们导演组来约我的时候 我就突然觉得说自己是不是不够 不够资格来 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人 到了后面的这几年 对超级访问他认为 是比较有仪式感的 他不会像一个随便的节目 就稀里糊涂就去了 所以刚才那个陈建彬说过 他说最不喜欢采访问什么 说你曾经说过 他是最难访的嘉宾是吗 他回家去跟蒋青青说 一直在叹气 蒋青青说你怎么了 从来没看过你这个状态 说我现在今天让两个主持人 不高兴了 已经说我是最难采访的 我还指着对戴军说 你那个叫什么来的 你那个 我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然后他第二次再见到我说 我记得了你叫戴军 心里压力特别大 没有没有 其实我觉得你倒跟他们成朋友了 这样一来二往的